爱国有罪吗?爱国有罪吗? 如果你不爱国,走,请走。 除此之外,李连杰虽然转了国籍,但是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倾向于国内,这就像金星之前说过的话一样,既然已经加入了外国籍,就表示中国已经不是李连杰的国家了,放弃这个国家的公民权,那你以后来到中国挣钱的话,就必须得交双倍的所得税和营业税,不能把中国当成一个成就自己的工具,在中国割酒菜到外国包教的吧,尤其是拿成龙大哥来做比较, 大哥的爱国情怀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,这么多年他辗转在美国好莱坞和中国之间,但是从来没有为了要在美国好莱坞得到更好的发展,而选择宜居或者是转国籍,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,成龙出席参加颁典礼都要刻意的穿上糖装,成龙李连杰同样作为国际举行,日常在全球各地跑,所以有关中国负面消息总是会片面放大,除了多处国人自律, 公民更要积极的为国家争得荣誉,很多人说李连杰转国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根本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不过对此也有很多人表示,现在是一个自由的时代,只要有条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,国际剧情也是一样啊,我们不能道德绑架他们,成为李连杰当初转美国国籍,全是为了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,都知道她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在国外读书, 而且还都是非常优秀的高材生,俗话说可怜偏下父母金,李连杰这么做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对,很多人认为啊,表示李连杰后来转到新加坡国籍,是为了她的供应事业益基金做准备,而这个益基金的钱基本都是用在了中国,这就是李连杰爱国的态度,对此您怎么看? 您不觉得这些事李连杰故意找得说死吗? 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